意想天开拿破里披萨 意识料理名厨王嘉平旗下的披萨主厨 今年拿到了创意披萨冠军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王嘉平 怎么阐述这款拿破里披萨 这个冠军披萨它最好玩的是 事实上它用到现在全意大利都很风行的 一个叫做安杜亚的香肠 南意大利的有60%的猪油 然后很多的辣椒 经过长时间发酵会有微微的酸味 做到拿破里披萨 你会发觉它是最原始最原始的 回到料理的最源头 早上把柴火升起来 材料切切撕一撕 面团拉开了 进火90秒就烤出来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迷人 很直接 没有比它更帅性的料理 烤好的创意冠军披萨 香肠的辣香滋味超迷人 饼皮带着Q软的嚼劲 吃一片仿佛一脚踏进了Italy Bravo 另外还有一款DIY的披萨 也很有趣 玛格丽特披萨呢 罗勒的绿色 马斯特拉的白色 番茄的红色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夏天的披萨 可以自己去做组合 放到凉了也还是很好吃 另外这家位在台北信仪区的 披萨店推出的披萨 一样不按牌里出牌 只见师傅拿出剪刀 像是变魔术一样的把披萨饼皮 渐渐渐渐剪开 再黏起来 居然变出了猩猩的形状 抹上花生酱 放上炸过的香蕉 挤上满满的巧克力酱 瞬间变身为来自猩猩的甜点披萨 觉得香蕉跟Oreal很搭 没想到拿破里披萨 也可以有这么创意的搭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